監視錄影器拍到這名烏克蘭婦女原本好端端的走在人行道上 沒想到眼前突然炸出火光 玻璃碎片滿天飛 但婦女命真大竟然還能站起來趕緊逃命 這就是二軍首度對烏克蘭哈爾科夫 動用FAB-3000高爆航空彈的攻擊瞬間畫面 號稱超級炸彈的FAB-3000爆炸威力之大 讓攻擊目標瞬間灰飛淹滅 這次二軍襲擊的攻擊大樓被炸過後幾乎面目全非 烏克蘭官方宣稱攻擊至少造成三死五十二傷 烏克蘭總統德烏斯基再次痛批俄羅斯是恐怖分子 只有從開始這個月 俄羅斯人使用了對於烏克蘭已經超過2400控制的飛機 從大大約700強大約香港的泰州 折瀾斯基西洋二軍肥但來的數量网龍與 但一般白痴吵啦的炸下來 左下台 在电视台,跑到富社,平台所,采访,哈尔科夫,学校,考试都能遇上空气 这11-тикласники-відмінники, одного з районів міста вони вчилися головно дистанційно, тож радіють один одному 哈尔科夫的学校,比叶,点,利,同样都得在地下,反共同理,聚办 不过这群 Укалан比叶,是没有被二军下跑 他们在 Укалан国际上留下签名,希望能送到前线,即利关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又在乌克兰战场投下新武器 炸弹落地,地面立刻掀起巨大烟尘 俄罗斯消息人士在Telegram上发布这段影片 声称这枚重达三顿的FAB-3000重型炸弹 就降落在哈尔科夫东北部的住宅区附近 FAB-3000又被称为高爆航空炸弹 由俄罗斯军事部落客说 这款炸弹爆炸范围接近900公尺 碎片残骸甚至可以喷到1200公尺外 造成广泛破坏 面对俄军投入新武器 乌克兰依旧只能用无人机撞击俄罗斯坦克 发动自杀式攻击 俄罗斯宣称他们在一天内打下超过80架乌克兰无人机 还有六艘无人艇 可以看出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有多密集 直在前线不少乌军只能回收俄军留下的武器 甚至还得改造生锈的T-62坦克 乌军说改装过的T-62号称骨舱坦克 但用起来却不怎么有信心 他们还是期待美国新的军援可以赶快到来 还好美国政策转变将优先提供爱国者飞弹给乌克兰 提升他们的防空能力 只是当西方盟友准备再度加强军援力道时 准备国会大选的英国却出现这样的声音 曾经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 认为乌克兰被入侵是西方国家惹的祸 这番言论也在英国掀起讨论 T-62新闻综合不老 浓浓黑烟不断向上窜火势猛烈 俄罗斯多地都有另有场燃起熊熊大火 从黑夜烧到白天 这可说是乌克兰最新一波攻击成果 俄罗斯声称击落了乌克兰18架的无人机 以及6艘的无人船艇 而乌克兰这一波攻击都瞄准俄罗斯的油厂和电厂 俄罗斯则在前线报复 以自走炮加大火力 乌克兰哈尔科夫外围仍有激烈交火 当地一间家具大卖场就被三枚炮弹击中 整座卖场都已经烧到焦黑 这让乌克兰更加大呼吁 要有更多武器保护领空 像是美国的爱国者飞弹 现在就获得白宫保证 所有美制爱国者飞弹 会优先提供给乌克兰 罗马尼亚也加码会援助乌克兰 一套爱国者系统 不过白宫也保证 这项安排不会排挤到台湾的需求 眼看乌克兰的武器需求陆续到位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北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协议 等同是为了确保日后但要公印无余 还和北韩互相承诺 只要有任意方遭到侵略都会援助 这让南韩是非常不满 南韩随即就宣布 重新考虑直接军援乌克兰致命性武器 这让普京也撂下狠话 事实上尽管南韩法律 禁止对冲突中的国家提供武器 但是在去年4月 南韩总统尹熙悦出访美国前夕 就曾经向媒体暗示过 考虑直接军援乌克兰 而且在去年4月12号 南韩及美国媒体都曾报道 南韩与美国已经达成协议 要出建美方50万发155公里口径的炮弹 使得美国在提供乌克兰弹药上 有更多弹性 而且南韩力拼国防输出 丹麦 挪威 波兰等北约成员国 都是南韩军武的大买家 如今俄罗斯与北韩关系升级 南韩更是气到召见俄罗斯驻南韩大使 只是普京这趟亚洲行 就是要拉拢盟友与欧美对抗 批评北约首已经伸向亚洲 威胁到俄罗斯 美国也没再客气 派出了AC-130J炮艇机 与南韩空军F-16实弹演练 向地面目标发射GPU-12雷射导引炸弹 还有AGM-114空对地飞弹 互不退让 俄罗斯则持续以各种名目 抓捕在俄罗斯的美国人 一名美国与俄罗斯双重国籍的 芭蕾舞者克辛亚 就被控犯下判国罪 只是因为向援助乌克兰的机构 捐款了51.8美元 就被俄罗斯逮捕 还可能被重判20年 另外还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格什科维奇 也被俄罗斯指控犯下间谍罪 现在这两个人都已经成了 美俄斗法之下的谈判筹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